1947年7月下旬 党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当时 毛主席和众人谈到了后方建设的问题 陕北在军事上 财政上以依靠进随为主 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 今后更是如此 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进随联防军司令的身份 来同意指挥后方 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 而贺龙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托 在后方轰轰烈烈搞生产运动 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 后来毛主席圣赞贺龙是当代的萧和 不过 做后方工作 并没有前线打仗容易出彩 所以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贺龙元帅仿佛在解放战争中隐身了 更有人不解 解放战争中 贺龙几乎没有在带兵打仗 为何还能成为开国元帅呢 其实 这样的看法是有识偏颇的 贺老总在后方的贡献 并不比前线的将军们差 首先 在解放战争时期 贺龙并非没有打过仗 只是没有亲自指挥几次关键战役 1945年 贺龙便趁着日本投降的机会 亲率大军反攻进中 随后又和聂荣真会师一处 打响了随远战役 解放了随东 随南 为日后的谈判争取了有利条件 在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之后 国民党大军再次进犯山西 于是 贺龙又指挥了进北战役 歼敌八千余人 同时切断了敌人两个部队之间的交通线 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但是 敌人对于西北势在必得 加上他们人多势众 所以不久之后 胡宗南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 进犯延安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硬碰硬只会吃亏 毛主席的看法是存人师弟 人帝皆存 存帝师人 人帝皆师 因此 中央决定撤离延安 转战陕北 不过 即便中央领导班子和群众都撤离 也不能将根据地拱手相让 因此 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来保卫位于大西北 包括延安在内的根据地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 胡宗南所带领的是敌人的王牌事 而延安条件困苦 兵源不足 一旦交战 就必须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综合考量之下 中央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彭德怀 组建西北野战军 也就是后来立下汉马功劳的一野 为扩充兵力 贺龙麾下的部队也被编入了一野 由彭德怀指挥 这件事情 贺龙非常支持 在贺龙看来 兵权都是虚的 能够保卫整个党组织的利益 才是实大实的 因此他慷慨地让出了自己的部队 又过了一段时间 禁隋前线的战事终于平定 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计划 也顺利进行着 这时候 贺龙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在禁隋建设后方 贺龙职责的变化 其实也和战争态势有关 在党中央离开陕北之前 禁隋是绝对的前线地带 是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 但现在 随着党中央位置的变化 敌人的攻击方向随之迁移 禁隋就变成了急需建设的后方 后方虽然不像前线战火连天 但身上的担子同样不小 只有后方建设的繁荣了 前线才能得到粮草武器 否则 战士们就要饿着肚子打仗 而要论起做后勤工作 贺老总还真是一把好手 这方面 他经验丰富 早在抗战时期 贺龙建设根据地的成功案例 就很出名 当时 日本人在前线战场屡战屡败 于是想出一个恶毒的计策 那就是针对后方进行扫荡 以此让八路军断水断粮 无力征战 疯狂的扫荡让八路军受害颇深 毕竟军队本就物资匮乏 如今还要在后方频繁应付敌人的搜查 许多同志都白白牺牲了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 中央决定让贺龙这位老将出马 镇守后方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是贺龙当时在战场上负了伤 长期在前线指挥队恢复不力 所以贺龙才来到了后方 贺龙这一上任 立刻就搞出了名堂 著名的南尼湾 就是贺龙麾下战士的手臂 当然 贺龙的成绩远远不止一个南尼湾 事实上 贺龙刚一到任就立刻决定 同意闪甘宁 紧随边区的财政经济 同时 要尽最大的努力打破敌人在边区的封锁 保证能够稳定地给前线供应物资 很多人以为 搞后方生产建设 就只是带着大家种地生产粮食 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要管理一整个大后方 保证其稳定 这背后是一门很大的经济学问 更别说 当时边区还面临着极大的战争压力 原本贺龙手下有三个纵队 后来 有两个纵队都被编进了西北野战军 跟随着彭德怀保卫延安 而贺龙手里就只剩下了一个纵队 这一个纵队 要同时肩负后方生产建设 以及保卫边区的两大艰苦任务 压力极大 即便贺龙能力超群 但在刚刚接任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难题 最难解决的 就是前线的供应问题 当时 彭德怀和胡宗南之间 打得正激烈 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 其中 耗费最大的就是子弹 几乎每隔一个星期 就要运送一批新的过去 可是 解放区本就一穷二白 哪还有那么多的武器资源呢 最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贺龙只能派出战士们 到各地去收购 或者是去袭击敌人的生产线 进行缴货 但是 光靠缴货的战利品 是不能吃一辈子的 贺龙痛定思痛 认为我军之所以在武器资源上 处处受限 其本质原因 还是由于我们 没有自己的兵工厂 至于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兵工厂 原因也很直观 因为穷 因为没有技术 但是 在贺龙看来 是尚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找出问题的原因之后 贺龙的解决方案就是 即便勒紧裤腰带 也要在后方建造一个兵工厂出来 为了这个任务 贺龙亲自选址招工 有大量的西纳军队里 优秀的军工人才 让他们都投入到了 兵工厂的建设之中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兵工厂便热火朝天地建了起来 到了1948年 这座兵工厂不仅能够稳定地出产子弹 甚至还能研发一些高精尖武器 而且 兵工厂的数量 也从最初的一个扩大到了14个 另外 为了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 贺龙在边区各地都修建了兵战 方便前线随时调取物资 闪甘宁边区的群众们 也都被贺龙动员起来 投入到了粮食大生产的活动当中 在贺龙的带领下 大家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前线终于不必再为 却以少是担忧 后来 随着前线的局势愈发紧张 贺龙把自己仅剩的一个纵队 也调到了前线去 而他的身边 就只剩下了一个地方武装力 而且就凭着这支地方部队 贺龙竟然还打了一次胜仗 当时 敌人对西北野战军步步紧逼 西北野战军一时之间 找不到进攻的机会 所以 中央研究之后 决定让贺龙带着地方部队渡过黄河 来吸引敌人的目光 为西北野战军创造坚敌的机会 作为常年征战的老将 贺龙当然知道 战场之上 机翼不可失 所以 接到命令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带着部队出发了 果然 部队依靠近黄河 立刻引起了胡宗南的注意 胡宗南不知道 贺龙带领的只是地方部队 还以为是中央右派的援军 所以 心中大为紧张 立刻调动兵马起来追击 不过 贺龙在出发之前 早就算好了敌人的动向 当然不会轻易地被追上 敌人恼羞沉默 于是在对岸接连开跑 不过 他们在黄河岸边正焦头烂额的时候 后方传来消息 彭老总已经带兵 歼灭了敌军的三十六事 胡宗南这时候才大呼上当 赶忙又带着部队回返救援 不过 已经来不及了 而贺龙耍了敌人一通 带着部队安然返回 整支部队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由此可见 贺老总的指挥水平 依旧不减当年 从1947年初至长大后放 一直到1949年初 整整两年时间里 贺龙没有再前往前线待兵 不过 1949秋 随着解放大西南任务的推进 贺老总又重返战场 解放大西南的主力是刘邓大军 但是胡宗南同样虎视眈眈 敌人在秦岭 以及川北一带还有大量部队 一旦被他们把握刘邓大军的动向 会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 中央定下了战术 由贺龙指挥18军团 从陕北进入四川 施展一兵之际 同年10月 西南局成立 贺龙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 排在刘邓之后 此外 贺龙还被任命为西南军区的总司令员 随后 为了迷惑胡宗南 贺老总带领麾下战士和国民党 在秦岭一带展开激战 这一战 贺龙打得十分坚决 令胡宗南胆战心惊 虽然已经在贺龙手下吃过好几次亏 可是胡宗南依旧不敢相信 这样一支战斗力超群的队伍只是一兵 一番推理论证之后 胡宗南认定 贺龙所带领的肯定就是进军大西南的主力部队 不光胡宗南产生了错误认知 就连蒋介石也这样认为 他觉得这次我党的战略是让贺龙带领一野的战士进攻川北 而另一条战线上的刘邓大军被蒋介石彻底忽略 当时 宋锡连等人欲感到危险 认为应该将军队撤回滇前康 但蒋介石基于贺龙要带领解放军主力 攻打川北这个错误预判 非但不允许胡宗南后撤 还把十六万大军都压在了川北防线上 蒋介石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为十一月初 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川前 此时驻守在这里的 只有宋锡连的两个兵团 因为贺龙一直在川北一线和敌人大张旗鼓的周旋 所以战报送来的时候 蒋介石依然不可置信 半天之后他才反应过来 慌忙下令让胡宗南回防川前 胡宗南却是自顾不下 因为蒋介石突然下达的命令 让十六万人马阵脚大乱 而贺龙带领的十八兵团 虽然只是一兵 却也不容小觑 胡宗南这边一乱 贺龙立即乘胜追击 直接带兵杀进了四川腹地 同时兵分三步 追击溃逃的敌人 虽然胡宗南是跑了出来 不过国民党随即便陷入了 刘邓大军和贺龙的两面夹击 就连胡宗南手下最精锐的第五兵团 都在贺龙的追击之下选择投城 仓皇逃离的胡宗南来到了西昌 这是国民党在西南最后的堡垒 不过 1950年3月 贺龙也带兵来到了西昌 敌人已经是穷途末路 所以 贺龙只用了区区半个月时间 便将西昌的守军全监 而胡宗南则在战败之前 急匆匆坐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 做了逃兵 西昌的战斗任务结束之后 贺老总并未歇脚 而是由马不停蹄转战昌都 直指解放整个大西南 所以 贺老总能够位列十大援帅之中 是当之无愧的 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和抗战时期辉煌的战功 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镇守后方的剑术 亦或是解放大西南的汉马功劳 对于新中国而言 都是无可取代的功绩 1954年 贺龙被调到中央工作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60年代 贺龙开始参与军队的现代化改革 提出了许多建设新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贺龙长期担任新中国的中央体委主任 在贺龙担任这个职务之前 人们对于体育建设并不重视 就连体校的学生都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 而贺龙上任之后 国家的体育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不仅有了正规的体育部门 还极大的调动了群众的体育热情 在贺龙的带动之下 中国专业运动员的登记数量连年上涨 在国际体育界 中国拥有了话语权 全民体育的氛围也逐年形成 回顾贺龙的一生 他肩负过无数重担 无论在任何职位上 他都是最出色的 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